1月28号,休斯顿火箭队在主场迎来NBA以庆祝中国农历新年为主题的首场比赛 最后以97比90战胜圣安东尼奥马次队 火箭队曾一度落后高达15分 下半场却出现大逆转,赢得比赛,结束两连败 1月29号,出征达拉斯又以115比117拿下小牛队,结束做客,对阵小牛队的七连败 1月28日,在主场迎战圣安东尼奥的马次队 哈登因为左手大拇指受伤休战 但林书豪在本次的比赛中,全场共出战44分钟 找回丢失多日的感觉,表现可圈可点 拿下18分,八次助攻,三个篮板,一次封盖 霍哈德得到23分和16个篮板 琼斯得到21分和9个篮板 贝弗利得到11分和5个篮板 布鲁克斯得到8分 马次队的迪奥得到22分,11个篮板和4次助攻 派克得到17分和4次助攻 邓肯得到12分,14个篮板和4次盖帽 贝里内利得到11分 吉诺比利得到9分 第二天,火箭队飞往达拉斯对阵小牛队 在过去7场比赛中 休斯顿火箭队全部败阵小牛客场 但是这次火箭在客场保持了绝对优势 在哈登缺阵的情况下 帕森斯得到26分 霍华德得到21分和5个篮板 他们带领火箭队在第四节中建立起两位数优势 全场得到38分和17个篮板的诺维刺击 带领达拉斯小牛队在第四节末段 掀起11比1的反击波赢得反超机会 但可惜卡尔德龙最后时刻连续两次出手三分不中 小牛在主场以115比117西败给火箭队 火箭队取得两连胜 他们结束了做客对阵小牛队的七连败